早前就看了一本《鬼佬寫的畫冊》的書 其實是一個在美國做的博物館展覽 之後出的一本書 專門介紹這一次的博物館展覽 其中呢 之前我也放了《反都歷史》的Facebook 有一封叫《宿特人》 即是現在中亞薩馬爾汗 那個地方的宿特人 即是以前是一些穿梭歐亞大陸的商人 那些書信 就是一些宿特文 有些鬼佬翻譯了做英文 我也放了上Facebook 在《反都歷史》大家可以看看 另一個就是最重要的 其中一個是古墓 在甘肅的古墓 找到一些古墓的神獸 那些神獸就是獨角獸 剛才我給了德哥和蔡看 即是他是一個類似 圖瓷造的石頭 他有木頭 有圖瓷 有青銅器 不同款式 獨角獸 獨角獸不是西方人嗎 是啊 我看完後覺得奇怪 又看不明白 大概知道這件事是什麼呢 用來鎮住墓 什麼時候設計 然後突然間在魏晉南北朝之後 就已經消失了 類似陪葬的那些聖物 鎮住墓 在東漢和魏晉南北朝的時候很熱 其實唐朝有很多那些 其實他流落民間有很多那些毛 不是皇帝那些 可能是陪葬那些官 民間 因為你只是西安那裡 都說有四百多個 是啊 試過被人爆過 然後一定都是 都是看到一些動物 不過又不是獨角獸 可能是豬 牛 雞 之類的 動物造型的一些陪葬品 之類的 好奇 因為那個教授 那個鬼佬都問 為何會無緣無故在魏晉南北朝之後 就消失了 沒有了這件事 即是沒有了獨角獸 沒有了這種陪葬的物品 只是在東漢到魏晉南北朝 短短一二百年 就有 接著就在甘肅找到 也沒有答案 我當然是馬上傳給家瓊 這些又是關於中國的東西 其實是不是牽涉到中國 這個都可以討論 因為當時甘肅其實不算是中國 我們西域地方 我們甘肅也是中國的古墓 墓主人一定是中國人 有些獨角獸 疑似的鬼佬 然後魏晉南北朝 又消失了 蔣開文博士 又風水 又建築 又歷史 有些神秘學的他也認識 我當然是立刻拍完那本書的幾頁 就扔給家瓊 終於今天見到 直接進去 即是大家 有本獨角獸的照片 沒有沒有沒有 即是大家交流一下 聽聽蔣博士怎樣去解釋一下 他從古希臘神話 高勞 去到印度 再到孔子出生 說了二十多分鐘 大概都初步掌握到少許 但還是有很多迷 即是每一種都要說 他唯一沒有說 為何有套國手 重點是 首先 那一種是甚麼來的 那一種是甚麼來的 那他怎麼說 他說可能是一些 阿拉伯大領養的化身 可能在甘肅那裏 這種草原 阿拉伯大領養 可能在甘肅一帶那裏 就是生活過 打領養轉的 但也有一個可能就是 那些角 因為可能生的時候 他有一些是基因變異 兩隻角越生越埋 離遠看就好像一隻角 又或者可能這些大領養打架 打斷了一隻角 因為他們經常打架 越生越埋不行 独角獸沒有了 独角獸沒有了 独角獸分開了變成大領養 大領養現在還有 所以独角獸才沒有 應該是独角獸的角 分開成兩邊 可以拆開這個蔣博士 兩個變成一個 有可能真的有這種物種 然後在那個時候 物種大滅絕 如果他是陪葬的話 先人很喜歡這種動物 就像唐太宗一樣 他很喜歡馬 然後把六匹靈馬 造成石壁 在他的墓上 超巨型的動物 但是独角獸 如果傳統他又不是奇倫 又不是鳳凰 又不是龍 又不是西牛 又沒有龜 又或者蛇 那些傳統驅邪驅鬼 那些功用 独角獸是西方的神獸 還是中國的神獸 中國就沒有独角獸 所以很奇怪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即是他解答 這個很棒 他也要收集資料 有的 很奇怪的是 有些東西方的神話傳說 竟然也有同樣的物種 究竟毛裡面那個是中國人 還是西方人 中國的毛 中式毛 有一個獨角獸 在毛道中間 厲害 很奇怪 真的要下個星期聽聽 蔣博士怎麼說 不是的 有時候我們看到 有些中國的古武 都出土了一些 譬如古希臘 古波斯 那些 那些銀瓶 裝水壺的銀瓶 都有的 歐洲 中東也有的 總結就是 博士說 其實 古人的文化交流 遠遠是高於我們的估計 網上找資料 獨角獸 存在聖經故事 希伯來人形容 就是一隻馬上面 通常是白色 前面有枝野 聖經故事 有描述到這件事 那些 蔣博士也會說 古希臘的歷史學家記載 獨角獸是生活在印度 在南亞地區 希臘 希臘不行嗎 希臘 古希臘 獨角獸生活在印度 南亞地區 是一種野爐 那種野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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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頭那裡 多了一棵野 增生 下面也多了一棵野 眼睛是藍色的 很厲害 而且通常在前 額頭那一棵野 有半米那麼長 都很長 不過由 甘肅 零下 那時候西域地大 很多鬼佬走來走去 做貿易 那裡其實中國人不是他的勢力範圍 你說有個獨角獸 有鬼佬 那些文化留在這裏 又不出奇 但他另外一件事 就說 他傳說有神奇魔力 是可以起死回生的 如果是葬在帽子那裏 那裏 那又不奇怪 變成他希望死了的人 可能得到永生 或者死了之後會凍起來 我們知道印度的文化交流 和中國都很頻繁 貴善林也寫很多這些書 所以 不知道 總之我覺得很奇怪 有一刻 金肅有獨角獸 譬如德哥周鵬 我也同過自己去柬埔寨 他那個廟裡有兩個女像 被形容為柬埔寨的蒙洛麗莎 蒙洛麗莎 因為他說是最漂亮的女神像 那個不重要 但是在其中 一條柱 暗角位 其實那個七世起比他媽媽的廟裡的 一個石旁邊的牆壁 出現有恐龍的雕刻 暗角位 暗角位 暗角時 暗角的生命 暗角的生命 暗角無可能還有恐龍 為何會有這種動物的雕刻出現 暗角也是 ground 會露出大火 除非他們可以飛回古代恐龍 在未滅終之前見過 暗角的生命 在他那個朝代是沒有可能的 譬如說 暗角的牆壁那裏有王德傳的雕數 但也沒有可能的 除非王德傳好像是尋巡記般 當時光轉移 才能見過王德傳的樣子 因為王德傳的樣子很獨特 根本